各位同学,今天我们要做的是鱼松 鱼松呢,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鱼牙头尾去掉 那你可以先把它蒸熟或者是煮熟了之后加一点油 然后呢,把它炒干 把它炒干 那一面炒干的时候呢,我们就一面适当的把鱼骨头捞出来剃掉 那你刚刚看油很多,其实下去还好,所以就是这样 好,那我们就是用适当的油下去以后 然后把刚我们蒸熟的鱼放进来 放进来了以后,我们把这个鱼肉就把它打碎 那你也可以放果汁鸡里面把它打成泥 然后呢,再把它炒干 那我们就适当的炒干,就是鱼松 我们现在要适当的把它炒干 那在炒的过程中呢,你看到鱼骨头 你可能就要用筷子,拿筷子过来 拿筷子过来,我们就把它 筷子适当的把鱼骨头剔除 对,我们就等一下 等一下,看到鱼骨头 所以呢,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点适当的调味 对,放进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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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的鱼骨头把它剔出来 对,看到的鱼骨头剔出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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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小火 那我们现在呢,换成小火 把它继续的做成鱼松 那我们这个做出来的,我们就叫做狗木鱼的鱼松 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时候呢,趁这个时候给你适当的调味 好,来,适当的调味就是加点酱油啊,加点盐啊,加点糖啊 或者是加点米酒,就看你个人的嗜好 看个人的嗜好,你想添加一点油或者是盐 鱼松做好就这样子 好,那我们鱼松就示范到这边 那我们成品尽量把这个鱼松的水分呢 控制到12以下 可能甚至于只有8%,8%以下 这样子,水分越干越能保持